港股由年初三萬點 跌到現在兩萬八千關都危危乎 但香港樓市就越升越有 根據猜股署數據 年初自動五月 樓價仍然升到超過百分之六 大家對於色魔似乎都沒有怕 破頂成交繼續有 樓價猶豫反地心吸力一樣 節節上升 年輕人想上車 只好望樓輕探 不過港樓是否繼續可以反地心吸力而肯 近日就有大行再唱淡香港樓市 交銀國際就說股市是領先指標 地產股的調整都正正告訴我們 樓市調整即將來臨 如果未來幾個月樓價下跌一成半 亦都不會感到驚訝 法期早前就發表報告說 香港樓價上半年已經大升一成三 在急升之後回調風險將會增加 報告又說 中國宏觀經濟增長放緩 會觸發到香港樓市下跌 預期下半年香港樓價要跌百分之七 野村就估計 本港樓價會和去年持平 即是意味著下半年樓價會下跌 美銀美林就說 明年去到2020年 港樓會跌一成至兩成 雖然不少分析仍然認為 加息對於樓市影響不大 特別是因為通脹之下 實際利率仍然是負數 而按揭息率處於歷史低位 加上政府未能夠迅速解決供應短缺問題 都可以減慢樓價下跌趨勢 但值得留意的是貿易爭議持續升級 可能會擾亂到環球經濟 以及加劇中國經濟放緩 令到香港樓市紅中再現 不過大行看淡有時都是得淡笑 佳因大行經常都看錯香港樓市 發期由2016年11月開始就三次暢淡 但期間本港樓價升三成 樓市走勢始終都要有時間去見證 走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